HIGHER P 鸣笛三響起 金融海洋老鹰佳妮华正式起跑 穿着性感 披着羽毛饰品的森巴女郎 扭腰百臀大秀武技 有的打扮 飞鱼烘鱼的造型 穿着华丽的服饰 一起游街 当然主角金融老鹰 也不能缺席 有疫情过往可以这样出来走走 真的蛮不容易的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表演 或是一些作品出来 然后可以出来看 就是欣赏一下这些 就包括像表演者的 还有小朋友的火力这种感觉 我觉得看到这些创作蛮特别 所以想要做一些纪念 蛮期待的 不然就很不方便 还要脱口罩拍照什么 今年总共有54支的团体报名参加 其中不乏学校 社区团体都自发性报名 出发前大家在国门广场前集合 队伍声势浩大 热闹非凡 今年的队伍特别多 也创历年的一个记录 另外是这一次呢 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国门广场 来做举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这个队伍的一个集合 还有它的一个声势 都比往年 来得更大更好更热闹 那另外呢 今年还是延续的过去 所有的一个参与游行的队伍 他们的很多的道具都是自己制作 所以你看到很多小朋友今天花枝招展 而且非常的兴奋 来一起参加今天的游行 惊难可惜 我想这个是市政府跟我们蔡司令委 还有我们理事长这边 大家一起合作 也成为基隆城市的一项特点 也是我们年度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庆典的仪式 这个空拍鸟看下来的话 满满都是人 满满都是人 所以我想每年如果是在市区 同一个时间的话 我相信应该是超过三万人 今年老鹰嘉年华 你们看一下天上 有许多老鹰正在盘旋 每年九月 也正是基隆老鹰非常盛行的季节 所以我们选在这个时间 举办海洋老鹰嘉年华 那我之前跟我们邱恩理事长 在联合召开记者会已经说到 未来市医如果有机会接棒的话 我们会把这样的活动 当成基隆市最重要的活动 一年比一年还要盛大来举办 当然非常感谢所有 今天所有参与的团体 这些都是过去右上市长 这几年打下的基础 让越来越多的团体 愿意来参加这个属于基隆 属于北台湾的盛大的嘉年华会 回回两年 就用海洋老鹰嘉年华 重新走上街头 游行路线周边 挤满民众夹到欢迎 手机猛拍照 二位两年的海洋老鹰嘉年华 我们即将要采接游行 那今年的队伍呢 总共有52个队伍 这些队伍呢 也是历年来最多的 那我们这一次呢 以遨游天境 上海致敬作为主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用我们的台派的 海洋浪漫的这样的一个 嘉年华的这个调性 开始了今天的游行 所以今天呢 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的热闹 嗨 我们是大壮观愿景发展协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睽違了两年又回来了 我们今天的装扮是海浪 我们这是海浪森巴服 我们后面有海浪花车 有我们的大精英 然后我们呢 今天来了47个 然后我们昨天呢 准备了95套服装 我们把我们的服装 历来的服装 借给其他的社区 很开心 非常开心 而且大家都聚在一起 对 然后人跟人的 再也不会有任何距离 果然从空中鸟看 活动区域挤满人潮 疫情趋缓 嘉年华再度登场 民众席家带卷 参与一年一度的盛事 相约明年再见 记者 黄少鸣金融报导 好 好